剛剛那個白雲那個 會不會再胖回來 會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也碰到那個方式 因為其實這種減重方式 有很多種 那也是切胃 有一些是叫做 胃跟小腸接在一起 各種不同的方式 像他如果說飲食沒有節制的話 因為他只有切胃 他吸收病沒有影響到 他只要再多吃 胃撐大之後又再回來 所以還是要靠他自己人的 要抑制 目前這個追蹤的話 秀狀胃基礎的話 其實他助胖的比例並不高 他會順便把那個胃底有一些分泌 就是會促進食慾的一些 荷爾蒙的一些細胞把它切掉 所以他除了空間變小之外 他那個想要吃東西的慾望 那全世界有這種戰勝他 可是你現在還看不到他的危險 可是後來就是 剛開始他們小腸 那個減小腸的 那個很有名 可是後來我們經過10年 20年用追蹤之後 這些人其實是死於其他的疾病 所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安全 沒有 現在如果以幾種來講 比較不建議選擇 當然那個小腸 那個現在已經不建議選擇 另外一種就比如說 像陳金沛 陳金沛做的就跟白雲不一樣 陳金沛做的就是他們叫做胃繞道手術 所以他其實真的就是 把腸子接到胃比較上面的地方 所以他胃的幾乎就是 直接變得沒有一個 比較空間比較小的這樣子 然後再下來 並且就是縮短吸收短 所以他同時減少胃的容量 並且減少吸收的段落 可是他們發現這一種的 副作用相對大 對 很大 因為第一個 比如說接合處 有時候甚至會有一些潰瘍 因為你再接嘛 接著你要接好 對 然後他應該胃長期 他並不是弄掉 他是有一個空間在那邊 他們就發現說 比如說有一些胃的檢查的 這個你會錯過他 對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除非像那種有非常嚴重 像這種胃繞道式的就比較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追蹤 陳靜沛是胖還瘦啊 他瘦 他現在是瘦的啊 他的種方式負胖不容易 因為他已經有結一段上去 他等於說減少吸收 並且減少胃的容量 可是他就會有很多營養素 缺乏的問題 不均衡 併發症比較大 10年到來 不過還有一種胃裡面裝水球 那個負胖很快 那個超快的 那個最經典的案例就劉曉易啊 因為劉曉易有一陣子 就是第一次他開始的時候裝水球 對 然後他裝水球 第一次的時候也是瘦得很明顯 就是很快 可是後來呢 第一個有時候你餵 人的那個潛力是無窮大的嘛 你雖然那個水球已經佔空間 但你還是會認真吃它 尤其後來水球一定的時間要拿出來 對 拜你一定要拿掉 他拿出來之後 哇 就整個糟精 所以後來才醫生 才又扣他回去說 你要不要乾脆就用別的方法 所以他才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 他後來也做了繡狀胃切除 他第一次是水球 第二次就是繡狀胃切除 那現在有腹胖嗎 他現在還是瘦 但是他瘦的速度沒有擺雲那麼快 對 那你們可不可以幫忙一下 就美人他從58現在只剩下50 那這個可不可以讓他變F 很難 很難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很難 有縮嗎 不是縮 因為我的蛋白質沒有少 剛剛講的是我的蛋白質 對 我都沒有少 可是他如果沒有穿好的內衣的話 他會散在各地 散在各地 對… 是要按摩 就比較不團結就對了 其實我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的壓力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最困難的是我原來才發現 我耶 竟然不能控制我的情緒 所以我逼我自己在這一年的過程裡面 我都還是有來錄影 OK 我的工作都沒有停 那實際上也感謝鄭大哥 在過去很辛苦的時候 我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在… 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偶爾是有點放空的 我的情緒 我的注意力是無法集中的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有嗎 我都沒有發現啊 我沒有告訴你 OK 好 我大量的按摩 我靠很多的按摩 我花很多錢按摩 OK 我覺得 要不然我會沒有辦法 我… 即使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都還去看過精神科醫師 在去年最困難的那個時候 對 那我也有吃過那個… 那個… 史蒂諾斯 史蒂諾斯 沒有 我吃的不是史蒂諾斯 你看到優福喔 也不是 我光看到那個名字 看到那個名字我就覺得我很想睡 丟那個丁 沒有 沒有 我叫練多棉 我覺得 那個名字很棒這樣 聽完就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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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想吃 OK 好 而且第一次用… 因為我回來我就吃 我也沒有看到那個外面 袋子上面叫我只能吃 四分之一顆還是半顆吧 我就睡到一個暈過去 後來就跟醫生說 你沒看我 跟你外面什麼 你要吃多少 我沒看 OK 然後那個… 鄭大哥知道說 我是一個食慾一直很好的人 可是我多久沒有跟你講 沒有在攝影棚問 這我吃什麼 對 隱形是什麼 OK 所以我覺得… 他每次都到下午一兩點 就要問點心吃什麼 因為我們四點鐘吃點心 是… 他很在乎這個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想說 你怎麼瘦的都沒有跟我講 怎麼瘦的 然後我朋友就會跟他講 你就婚便啦 就瘦了 那其實這個是跟重大的… 遇到… 壓力是… 壓力是… 是有很大的一個關係的 對 所以我覺得按摩很重要 然後… 我也是一個… 紓壓的一個方式 雖然有時候也不是很有效 這樣子 那我跟季節也有關係 所以… 我現在在做很多的那個… 心理諮商的這個課程 我就坦白講就是這樣 對 因為走過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自己有很多… 你會從… 這樣講好了 你會從憤怒 憤怒很瘦 也會瘦喔 會… 憤怒也會瘦 會進入自聯 然後慢慢的你會 一層一層剝開去… 去… 去… 去看 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真正… 第一段爆瘦4公斤是… 事件剛發生的時候 我就是病了 而且我真的沒辦法出門 OK 那個… 我也不知道我瘦了4公斤 我是有一天是… 量磅蹭之後 才發現我瘦了4公斤 而且過去這8個月來 是我幾乎天天上磅蹭 因為我非常關心我的體重 對 那我像最近… 大概過年前吧 我就瘦到差不多 我本來還有53 後來可能那個… 最後一停太大停了 我只要一上法院 鄭大哥就知道 打開空話散了 你又上法院 我說對 很奇怪 那個壓力 我覺得那個壓力 跟情緒有關係 我只要一上法院 就會… 就一定瘦1公斤 所以他們都說 以後法院都幫我去上 OK 看會不會瘦就對了 對 看會不會瘦 很多人是兩級的 不是大胖就大瘦 所以有些人他反而是遇到壓力 他就是靠吃啊 為什麼他就怕 對… 我剛好是… 對… 我有一個… 這個朋友 他是在電視台做總經理的工作 因為壓力很大 你知道現在電視台 太競爭了 而且他們都弄到晚上很晚 所以他們晚上很晚之後 接下來因為放鬆了嘛 要解決壓力幹嘛 就去吃 吃宵夜 吃就睡 吃得很快樂 喝一點酒這樣 回去就一定是睡覺嘛 結果你知道他本來 大概70公斤左右 是一個帥哥 身高180公分 我碰到他的時候 因為幾年不見 我說你怎麼變成這樣 說對啊 就沒辦法工作了 我是怎麼噴風 對我說你噴風 你現在噴多少又百字 哇 我… 壓力… 壓力… 因為你說那個像… 其實我很多媒體工作者 其實我覺得滿辛苦一點 就是因為工作工作很晚 然後都是晚睡 不能就是早睡 早到很早睡覺 早上很早起 因為這個會讓體內荷爾蒙不平衡 所以它有個特色就是說 類似那種可體松的成分會比較多 那就變成脂肪容易堆積 所以你看媒體工作者 他有個特色就是胖哪裡 胖肚子 胖大腿 對 那肚子… 胖肚子是跟壓力有關係 壓力還有跟睡… 就是晚睡有關係 其實為什麼 我就說你不能太晚睡 還有睡眠時間一定要夠 那你說睡眠超過7個半鐘頭之後 事實上是比較不會胖肚 可是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上半身沒有什麼瘦 那個… 你是瘦下面 我就是下半身 他的腿現在很細 就是我上半身其實沒有瘦 所以你剛剛講什麼F 我從來也沒有F 所以也不可能瘦到變F 瘦是什麼可以變F 不過美人有一陣子真的是很辛苦 我相信他的來這邊錄影 其實是硬撐來的 其實我們也了解 面對那種壓力 辛苦了 我知道…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宜芳這個是相隔多久的照片 那個是… 那個是在沒多久之前 就變胖的時候 那之前那張… 這是沒多久是不是 沒多久以前 那個胖的是沒多久 大概去年前年的時候變胖 瘦的呢… 瘦的那個大概那是康健時候拍的啦 對 那個大概有十幾年前 其實我是胖胖瘦瘦的 我永遠是這樣子 我每次去錄節目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感激自己是個公眾人物 因為每次錄節目的時候 都聽到攝影大哥跟我說 老師 你不能再吃囉 我已經幫你拉最長囉 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幫你拉最長了 對…你就知道說不可以吃了 不然我有時候想吃東西 攝影大哥就跟我說 老師 很難控制喔 然後你就知道說自己… 對他那樣真的很難 因為他… 他有時候要我去吃一個日本料理 然後說這種店 這種在巷子裡面的這種… 這個老房子裡面的店 他都找得到 對啊 美食嘛 美食家 那像電視台 就是我們都供應便當嘛 便當… 在這邊的便當你們吃嗎 我不吃 我也不吃 你也不吃 我吃啊 你吃 為什麼不吃 因為我覺得便當就會超過我的量 我覺得我吃了會浪費 那你吃少一點啊 對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 讓…浪費糧食是不好的 那其實… 因為我是超美食主義者 重點是 可是你看有些… 可是你家… 我們攝影大哥都要吃耶 真的 我跟你講 有些… 有些節目的便當真的很好吃 我就會把它課完 對 不好意思 下次準備好吃的便當我就會吃 你是因為它不好吃 不是因為它不健康 因為我是… 不健康也有啦 不好吃也有 我們現在的年齡 每次一餐就少一餐 我們怎麼可以亂吃 真的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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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餐 對 慎重 對啊 那棉花為什麼不吃 量太多了 真的 而且其實錄影前 我也不太習慣吃太飽 因為一錄就要錄一個小時 可能就坐在這裡 其實腸胃真的會不太舒服 對 那王萍你為什麼要吃 不吃等一下肚子餓怎麼錄影 可是對營養師來講 那個符合你們的健康的要求嗎 可以啊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吃的是烏龍麵 我今天選的是牛肉片 因為剛好我在MC來 所以我就會特別去選牛肉片 護血 然後再來那個裡頭 譬如說它有一點點的蔬菜 我一定會把它吃掉 那它有蛋我也吃掉 但是它裡頭有三個加工品 因為我已經忘記 那三個是什麼 反正有些碗的麵 我看不出來是什麼 像那種我就不會吃 但是我會吃一些烏龍麵 因為其實我把那三個加工品吃完 等於我吃了兩份 一份半的烏龍麵 所以加工品我是不吃的 那湯我也不喝 因為基本上外面湯會太斜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還是可以吃 否則要不然我們怎麼過生活 那我們現在去外面買東西 通常它都會標示卡路里對不對 對 要不要注意那個 我會鼓勵注意 尤其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一定要注意 那如果一般的人 其實如果你為了要減重 比如像便利商店 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用卡路里來看 但是也是啦 營養標示裡頭 其實有正負20%的誤差 那基本上我都會把它正20 把它加進去這樣子 以免你會誤以為自己吃很少 那卡路里宜方就不重視 我早期當營養標示